副省长刘远坤5月28号会见美国戴维斯大学世界食品研究中心中国区负责人 美国农业部专家潘中李教授一行 并对在贵州合作建设中美农业研究机构交换了意见 大学世界食品研究中心扎潘中李教授一行 并对副省长刘远坤5月28号会见美国戴维斯大学世界食品研究中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